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victalk 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的项目是matchfinance 这是一个基于以太坊质押赛道稳定密翻译协议 labrafinance的加速器项目 它可以帮助在labra上面进行质押或者是铸造eoic puic的用户 以更低的成本更少的条件赚取到更多的收益 同时它还可以帮助labrafinance赚取到更多的这个流动性 可以说这是一个帮助用户以及这个项目同时成长的一个双赢的项目 那么目前呢整个matchfinance其实也是已经成功上线 那么现在如果你要去进行drp的一个supply 也是未来会有一个空投预期的 那么其实matchfinance的出现就非常的像convex至于curve的关系 就是一个加速器帮助之前的这个母协议可以获得到一个更好的流动性 同时让大家赚取到更多的一个收益 由此呢其实也是打响了这个labra world的第一枪 也是让我们对于labra这个项目有了更多更深层次的一个了解 那么本期视频呢我就想全面的跟大家分享一下matchfinance 以及它背后的这个labra 还有整个以太坊债压赛道稳定币这个情况 目前是一个什么样子 以及跟大家带来一些我个人的一些评价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去为个人一件分享 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去关联和数字货币投资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请散发添加微信群 那么在跟大家介绍matchfinance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去分享一下labra这个项目 以及它最近推出的这个vr版本 也就是这个带有pic的一个版本 那么首先呢 关于这个labrafinance 以及之前的什么raft呀 gravita呀 包括liquity 目前这个赛道中TVL最大的一个产品 我在之前都有专门做过一期视频给大家讲 可以说这些基于以太坊质压 来去做稳定币的这些项目 都是同样的一个模式 就是他们通过超额质压 来去发行一个稳定币 而这些超额质压的一个资产 其实就是以太坊质压赛道的核心资产 例如Lidl发行的STH Flex发行的FRX ETH等等 那么他们做的就是通过超额质压的一个比率 来发行自己的一个稳定币 而且这个稳定币 如果你持有就可以升息 我们以EOSC为例 那么EOSC 目前你可以用STH来去做质压 这个超额质压率是150% 这也意味着说 如果你放进去150美金的STH 你可以兑换出来100EOSC 那么一个EOSC 其实就是一美金 这个都是一对一来锚定的 那么你持有这个EOSC之后 你就可以获得到两部分的一个收益 第一部分是来自于以太坊本身质压来的一部分收益 就是他原本就会有的这部分收益 等于说你把STH存到这个Libra上面 跟你存到Lidl上 其实是本质上是一样的 这部分利息你都不会少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Libra Finance一直持续不断给大家来去做的一个质地代币的一个增发 也就是他的这个LBR代币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LBR代币的一个走势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 也是之前我们DeFi中玩过的一些策略 就是通过发行自己代币来去做补贴 为自己的协议书写 并且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获取到更多的一个流动性 那么这就是Libra V1在做的一个事情 基本上就是说用户把以太坊质押赛道的这些核心资产给我 然后我铸造一个伟能币 这个伟能币呢 你去拿过去可以做升息 一可以赚取到这个以太坊质押原本的这个收益 第二部分我质押 我发你的这个我自身的这个治理代币 虽然这个治理代币不是立刻解锁的 也是ESLBR来去解锁的 就需要时间来现行解锁 但是也是通过这种变相的激励 来让用户来去放更多的钱进来 但是唯一有一个问题 我在之前讲这期视频中也跟大家聊到过了 就是目前看起来这是一个make sense的一个逻辑 但是我们想大家铸造出这个EOSC EOSC本身它应该是一个稳定币 就是它本身应该是大家都去交易的 但是呢 因为EOSC你必须要持有 你才可以赚取到更多的收益 包括利息的收益啊 以及说Libra给你的这个分配的收益 所以大家就倾向于不去把EOSC去卖掉 而是选择一直持有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你的这个标记资产超过超额值呀 又是核心资产 所以你只拿着你就能吃这个收益 那么这样子其实就把整个项目的格局做低了 本身你想做稳定币 结果通过这样的一些策略 你把自己做成了一个类似于债券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个Libra V2提出了这个P EOSC的概念 就是EOSC可以换成P EOSC 而P EOSC只有交易权 而没有这个升息的权利 就是如果你最终还是想要获得升息 你依然还是需要持有EOSC的 那么P EOSC只是从EOSC里面 把这个交易权分出来了 所以这个P EOSC就是Libra V2中的一个非常大的创新 那么一从十呢 我们也看到了Libra价格目前正进入到了一个暴跌的区间 从大概6月份最高的将近4块多 一口气跌到了现在0.75 也算是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跌去了有4倍多左右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 其实就是其支离代币一直不断增发的原因 那么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型 我们在之前DeFi中跟大家也多次讨论过了 无论是像Sushi啊 还是像EOS的等等 就之前的这些DeFi协议 都是因为不断释放自己的支离代币来换取流动性 最后让自己的协议积极了 所以对于Libra这个协议来说 它在VR中也进行了一些改良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昨天的这篇来去讲Libra World文章中 跟大家去来聊的点 那么第一部分呢 为了就是防止Libra这个LBR代币的一个通胀 那么设定了两个机制 第一个机制就是DRP机制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从EOS的池子中去赚取到 更多的ESLBR代币的排放 那么你就必须要往里面去提供LP 那么这个LP的一个价值必须超过两百分之2.5 就是LBR跟ETH 那么非常简单 比如说你在这个池子中去质押了100个EOS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要去领取ESLBR 也就是他给你额外值取代币的一个增发 你就必须去放入价值2.5美金的LBR 杠ETH的这么一个DRP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达到这个值 其他人就可以折客的价格来去进行购买 那同时他也延长了ESLBR的一个解锁时期 如果你想提前换回来 就会没收掉给你一些惩罚 所以这样的一些方式呢 就在一定程度上去降低了LBR的一个通胀 那么也是使得这个币价 有一个稍微回暖的这些趋势 所以这个就是他在V2中做的 总之V2可以说就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把USC的一个交易权分割出来 做成了这个PUSC 让PUSC可以作为一个真正的交易的这个稳定币 而不是大家都stake啊 来去做一个类似于债券的东西 就把格局重新打开 第二点就是在经济模型测上面去限制LBR的一个通胀 所以通过这两点来去进行了一些改进 但是这两点的改进 看似是对于协议的一个好处 但其实在无形中增大了很多用户的门槛 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只是来想做质押 那现在他又因为做质押 还要去付出2.5的就这个收益来去做DRP 就是总价值的2.5来去做这个DRP 那这样子对于这个用户来说 他就可能存在潜在的损失 因为LBR跟ETH来去组交易 对这两个代币没有一个代币是稳定的 那么所以呢 如果出现波动 他自己就要承担无偿损失 所以这样子就无形中让这些人承担了自己的一些风险 那同样的 你将ESLBR举行锁定 那这样子也是锁定了这个流动性 那么对于用户来说 如果他真的想要有把这个钱立刻换出来 那也会受到一些限制 所以我们看到Libra V2虽然对于通胀方面有了一些设定 但其实这些设定大大提升了用户的门槛 而如果你限制了用户的门槛 那其实你未来可以进入的用户的数量 包括流动性也都是受限的 所以Match Finance就孕育而生了 他所存在的点其实就是为了解决以上我所有的这两个问题 去降低用户的门槛 并且给用户提升足够多的收益 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视频的第二部分 就是跟大家去来介绍一下Match Finance在做的一个事情 Match Finance在做的一个事情 其实就像他们的这个名字一样 在做的就是匹配来匹配DRP以及EOSC 那么我们一步一步看 那么首先对于DRP的这些用户来说 这些人持有这个LP代币肯定要想要赚的是交易费 以及这个Lebra协议给的智力代币的一个奖励 但是除此之外 他们没有办法赚取到更多的一些收益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 就是他们只持有EOSC 特别是在Lebra V2出现之前 大家都是只持有EOSC 就可以每次的来去躺赚收益 但现在V2出来了 为了导致LBR代币不再继续通胀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再赚取到这个质押的收益 你就必须要去付出本金2.5%的这个钱来去组LP 那么对于EOSC的持有人来说 他这样子就会承担更多的资金风险 而且呢这个DRP本身LBR跟ETH又是不稳定的资产 所以也会面临着很大的无偿损失 所以基于这两点呢 就双方可以做一个匹配 那么本身就有DRP的人 你通过Match Finance 你就可以赚取到第三份收益 等于说 你可以获取到这个Lebra协议 本身给到EOSC的这部分人的一部分奖励 你看到这里有10%的ESLBR 是给到DRP的一个holder的 那么另外一部分EOSC的这部分人 他也不用再去说 我还需要去拿什么更多的钱 或者是我去干什么 我去来参与这个平台 就是我现在不需要了 我只需要做的 就是把我的钱放在这里 我就可以去躺赚我的收益 那与此同时呢 你也可以持续不断的 源源不断的获取到更多的一部分收益 当然你的一部分收益 也是要减去一部分给到DRP的一个holders的 那这里更简单了 其实就是在这里 他甚至都不需要你去换成了EOSC 你都不需要自己去铸造 你只需要把你的这个LSE的一些资产放进来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这里的一些收益也是很清楚 那么10%给到这个DRP的holder 那么80%是给到LSE的这些holder 那么还有10%是放到这个协议的一个国库中的 所以一切都非常的清楚 等到这个Match Finance拿到了DRP 以及拿到了LSE之后 他们又会进入到Labra协议中去来做质押 然后将其换成EOSC 然后换成ESLBR来去做这个最终的一个玩法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完全匹配的状态 你有这个LSE的核心资产 你有ETH 你有SETH 你有FraxETH 那么你有DRP 双方都想赚更多的钱 那双方也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来Match Finance中去匹配一下 匹配完了之后 我们到Labra中去赚取到一部分收益 然后大家在各自分钱 你10 然后你80 然后Match Finance赚一个10%的 类似于中介费和一个匹配费用 所以这其实就是整个协议中最为核心的一个部分 就是两者进行匹配 那么这也是整个协议中资金来源的一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整个Match Finance在做的事情 就是他还是去提升了一个流动性的 我们知道 刚才提到的第二点 就是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想要去铸造更多的ESLBR 或者是你想要去临时退出流动性 你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立刻退出的 就如果你要退出 你是可能会被别人直接把这个钱拿走的 就是你看到解锁时间已经变换了 所以不能提前退出 提前退出会收很多的钱 25%到90% 这个钱是很高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非得想退出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其实他做了一个叫做MESLBR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你可以把它对标成为CVXCRV 你可以想象成你只要持有MESLBR 你就可以在任意时间 任意地点将这个东西来去做自由的一个转换 你可以将这个EOSC所获得的 就是整个的Match会将EOSC所获得的ESLBR 全部转换为他们的这个EMSBR 然后这个MESLBR就可以自由的进行这个交易 然后可以帮助用户自由的去退出流动性 所以我们一言以蔽之啊 整个Match Finance做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匹配 第二个事情是提升这个流动性 其实就在做的事跟Convex至于Curve是非常像的一点 那么我说了Match通过这样的一做 其实使得双方达到了一个共赢的状态 一方面DRP跟EOSC 或者是我刚才说的这些LSE资产的持有人 他们不用再花更多的成本和提供更多的条件 就能赚取到这个收益了 而且这个收益比之前你自己去单独做质押还要多 因为他这里会有一个未来空投的预期 还有这个平台 目前其实无论是清算啊等等 都是收非常低的一个费用 而且后续他们也会推出这个会选的一些策略 所以这样子用户可以赚取到更多的钱 那么通过第二个策略 那么你的这个钱也不需要去冻结住 那你还可以自由的去流转 所以是提升了整个的一个资本利用效率 所以该产品是目前我看到的在整个Lebra协议中 或者是在整个以太坊之下赛道 稳定密发行协议中 唯一的这种加速器项目 那这个项目就非常的像 我们之前看的这个MacPay之于Pendo的项目 其实就在做的类似的事情 那么这会是一个全新的赛道 也会是一个全新的亮点 我们当时跟大家聊MacPay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Pendo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 而且整个Web3利率交易市场 那个时候也很早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个市场占有量 那现在其实Match Finance也是来到了 跟MacPay当时差不多的一个境界 而且你看到这个项目明显也是刚刚都开始启动 在我个人的角度上 我觉得这个产品 以及说这个项目目前所处的赛道 以及产品逻辑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这个产品逻辑 其实理解起来非常好理解 就是我帮助有LP的人 和有这些资产的人来去做一个匹配 你不用再去像Libra V2做那么多复杂的操作 然后你需要付出那么多资产 你只要到我平台上一键来就可以了 你只需要支付一点点的这个手机费 你就可以帮你完成这一系列的这种操作 而且你的资金也不用锁住 完全都是流通的 所以大家都能非常和谐的赚钱 所以就是这个所谓的加速器项目 在做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个人说完了这个项目 我看好的点 我也说一下这个项目未来潜在的风险 首先第一点就是目前的整个以太坊 之下赛道的这些项目 其实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早期阶段 虽然Libra目前有了将近2.3亿美金的TVL 但是这个赛道目前还是比较小的 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Gravita 现在只剩下了3200万 Rough的只有1200万 然后最大的LQTY Liquidity 也有不到6个亿美金 而且Liquidity最近也是疯狂暴跌了一波 暴涨又暴跌 不知道是不是要割韭菜 非常头疼 总之这个赛道其实还是很小的 而且作为稳定币来说 如果真的想要做好 那其实很简单粗暴的两点 第一点要有更多的交易队 第二点交易队要有更多的交易深度 但从目前来看 好像Libra都还差的比较远 而且在像Curve推出CRVUSD 以及RV推出GHO之后 那么对于作为以太坊 之下赛道的这些项目 能不能持续的走下去 包括这个底层的升级卿计 能不能稳下去都不太确定 就像我当时说的web3利率市场 喷豆也是在很早期 我们也不确定 它能不能坚持走下来 所以match这样的一个项目 最大的风险 其实是在于 其底层协议的安全性 也就是说底层协议 后续有多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但是就目前整个LSC的赛道来看 其实这个赛道可以走到很大 而且这是一个 可以吃入很多质量资金的一个赛道 因为它其实是 可以容纳非常非常多的钱 而且冲进来的人 基本上都是巨精 所以这是一个突巨精 和突大户的赛道 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赛道 match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的 而且正如我们昨天看到的 这篇文章一样 这也是 这个Libra World的最开始 那么整个的match 也是Libra World的第一个参与者 那么也是希望 他们可以在这个赛道中来走出更多 那么如果说 你有DRP 或者是你有ETH 你想要去赚取到更多的收益 包括想要去获得 match后续的一些空头预期 那么你也都可以来参与这个项目 来去真金白银的把这个钱放进来 目前TVL还不是特别多 所以意味着说 你获得的空头的一个概率和 获得空头的这么一个资金也会比较多 那么关于这个项目更多的一些进度 包括何时开启IDO 何时进行一些其他的操作 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目前他们的这个推特 推特上面也是实时更新去来 讲了很多目前最近的一些动态 那么如果各位对此感兴趣 那么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去 follow下他们的推特 来关注更多的一些内容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有更多想说的想聊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扫码添加微信区 最后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